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10月31日 星期日 我們今節繼續和大家 揭露中國大陸的國情 這個就是要揭露 中國大陸內地人民 又要叫苦連天 多德就是中國大陸的制裁 真是制裁制出禍 不過中國大陸從來都沒有承認自己是國策 說要制裁 澳洲 因為擔心澳洲政府會向世界貿易 組織 WTO投訴 因為無端端進行貿易制裁 會違反世貿協定 另一方面 如果胡亂搞澳洲 會導致不能夠加入跨太平洋 組織 現在就是 兩件事都被這個香港的賊頭 叫做龍蝦山 龍蝦山踢爆了 第一個就是 政府的官員 出來揭露 中國大陸對 澳洲進行貿易制裁 所以你說多蠢 整個制裁 搞到自己出事 不買澳洲的煤炭 導致 中國大陸 無法 生產電力 無法生產電力 導致整個中國大陸供電不足 所以這節要揭露東北 東北 電費大幅度攀升 如果市民 居民不能夠交到電的費用 就會立即被斷電 政府 中國大陸的政府 從來都是這樣的 容許 一層又一層 欺壓 下面的百姓 換句話說中國大陸的人民 跟韭菜一樣 就是任國 一個這樣的垃圾國家 如果不是靠宣傳機器 去維持 如果不是靠封鎖信息 其實這個垃圾國家 已經倒台了很多次了 所以 中國大陸的這個搞法 真的會出事 我們繼續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支持六部曲 上四節就已經說了 請大家 繼續做好每日的工作 我們保持著紀律 請大家繼續幫我們點擊廣告 欣賞廣告 繼續用無限loop大法 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幫我們播放 我們也希望大家可以每日做一點 每人每日做多一點 有意加入的朋友 想做多一點其他事情 一樣可以參加我們的活動 我們接下來也會進行多一點 政治上的集會和活動 集會不是說那些遊行大型集會 而是我們一些小型的活動 希望大家多一點出席和報名 希望 有意 從事香港人互助社 這個我已經說了很詳細很清楚 在說的是 就是一個商會 這個商會必須要 必須要把找到的盈利 奉獻一部分出來 建立這個香港的建國基金 我們也考慮過了 如果我們稱為香港建國基金 可能會導致很多 國家的政府 不敢支持我們 所以我們應該就不能夠用這個名字 可能就要改一改 用其他的商會名義 就算因為英美 部分的人士 支持你香港獨立 他們也不能夠 隨便 違反那個國家的現時政策 所以他們 可能是支持你 但是不能夠 公開地跟你說 所以 我們大家知道我們自己 支持甚麼 預備要做甚麼 但是名義上我們就不能夠公開地說 你說 其實人家也知道你可能是在做甚麼 但是這個世界就是這樣 尤其是西方世界 再次提醒大家 他們 他們 坦白說 他們可能不是看你做了甚麼 他們是看你說了甚麼 這個跟拜登的特色很相似 美國民主黨的政府 所以 你說得好聽一點 他們是會接受的 其實真的是那麼奇怪 所以沒辦法 唯有嘴巴說得好一點 直至他們改變的根本立場為止 又或者改變國家政策為止 政治 再說多一次 有一句言語 叫做一日都嚴長 換句話說 有些政治的決定 好像是 勞不可破 實際上可能瞬間就會改變 大家有沒有想過那麼多西方國家會無端端站在香港人身邊呢 原本也沒有發生的 他們也瞬間站在台灣身邊 可能幾十年來都是冷待台灣 所以 這個正好應驗了這一句言語 政治有時一天都嚴長 我們跟大家說回中國大陸的情況 中國大陸東北 近日溫度大幅下降 很多城市就開始需要供暖了 但是 供暖的費用 大幅上升 居民 被通知 他們就需要補交費用 如果你不補交費用 他就立即 截斷你的電 有很多內地的人民 叫苦連天 說中國大陸 政府 默許這些經營者 將價格抬高 中國大陸東北多個院士 在20日開始正式供暖 包括吉林的長春市 龍安苑 裏面有一位黃女士 向大陸的媒體 《紅星新聞》 透露 她的小區 所有物業 忽然之間 被通知 供暖費要提升 由原本30元人民幣 就上升到45元人民幣 換句話說 價格的飛升相當之厲害 就是150%來的 對於很多人來說 費用 就是非常之高 再加上中國大陸經濟現在那麼差 有大量的人可能 整年都已經沒事做了 對於居民來說 百上加根 這件事引來中國內地的網民關注 相關的搜尋 成為了 百度的熱門搜尋 中國 有小區取暖費用 漲幅近翻倍 長春市居民李先生質疑 調整的取暖費用 應該先向居民聽取意見 不是直接通知 逼居民接受價格大幅提升 你實在太天真了 如果中國大陸會先向 市民 聆聽他們的意見 然後才會實行政策 這個也不叫 獨裁政府 香港的市民何嘗不是也是這樣 一個垃圾安心出殯 還有回港政策也沒有罵你 現在我想告訴大家 如果你不打針 你是回不了香港的 我們最近知道有人 在打了針 但拿不到政府的NHS 的certificate 這樣就是不能登機 香港維持了完全封關的狀態 所以說 有沒有人諮詢過市民意見 他們怎麼會聽你的意見 所有市民基本上唯一的意見就是 請你的政府倒台 除了那些 到今天還打算參與 政府選舉的人 所以再跟大家說一次 雖然已經說了幾節 今天開始你清楚看到哪些人 你必須要跟他 分道揚鑣 又或者正確地說 這些不能不割席 再說多一次 不割席 原則只是對於抗爭的升級適用 透共 以及對中共的妥協 絕不適用 千萬不要說核爆也不割 投共的人一定要割 要用刀割就差不多了 大家看到中國大陸 其實也有很多人受苦 很多人 被迫支持政府 只是一小部分人 就好像瘋了 做五毛打手 最近的五毛打手和小粉紅就已經少了很多 因為 中國大陸限電有關 限電弄得他們也不能上網 不能上網又怎麽做網上五毛呢 他們整件事都是繼續 搬起石頭 砸自己的腳 他們砸的腳不要緊 因為這腳不是他們的 腳是中國內地的人民的 所以說要砸 砸在腳上也還有一段時間 說起來也有十幾億韭菜 所以中國底厚 人多 韭菜也沒有割完 所以大家就耐心等待一下 中共 中共要出事 還需要更大的突破口 總之經濟崩潰也是一件好事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說到這裏 我們今天跟大家說到這裏 再次向大家呼籲 所有 自認為自己是香港人 我們支持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 香港獨立唯一出路的人 你們必須要 杯葛 這一次 未來的立法會所謂選舉 所有去參加的人 就算他最後不能入閘 去拿提名的人 全部 都跟頭共是沒有分別 請大家 記住 我們這節跟大家說到這裏 拜拜 多謝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